海湾羽毛球赛开赛精彩可期 海湾羽毛球赛今天晚上开赛 200多名选手将在这里交出2万美元的奖金 选美顶尖的羽毛球好手都有到场 其中包括即将参加奥运会的5名美国国家队队员 他们分别是Howard Bach,Tommy Gunawan,Messany McClary,Bob Melaton和Iva Lee 这5名运动员全部来自加州 Howard Bach和Tony Gunawan是2005年的世界双打冠军 本次比赛的总裁判是来自洛杉矶斯里兰卡域的工程师 Sunil Ginadasa Neil Davis是从波士顿来到湾区参加这次比赛的 他每年在全美参加6场积分赛 海湾羽毛球赛晚上6点钟正式开始 将持续到25号下午 主办者表示 因为众多参加全美八项积分赛的选手都有报名 周日的比赛将会尤为激烈 新唐人记者源科Burlingame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